剛剛這個 逸中有給大家看 現在小學生最喜歡的職業前十名 那這是國語日報做的 我相信他有這個某種程度的代表性 第一名是電競選手 第二名職業運動員 第三名是直播主 網紅 Podcast YouTuber這樣子 那時代變了 我想問就是電競選手的前途 到底是什麼 鄭大哥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有準 因為幾年前我兒子也是跟我講 他要當電競選手 那我跟他說 如果你要當電競選手 你要當國際級的 所以你的外語程度就一定要好 一個電競選手 他的年薪如果是這個 我們講前三名的 那個美國有一個電競選手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年薪一年是四五億的臺幣 那這個四五億的臺幣 你換算成美金其實也不多 但是我講的這個是 怎麼還不多 不是 我說我現在講是不要算他的代言 就是他光打電競 打電競 獎金收入 對 他就是三四億臺幣了 我記得應該沒看錯吧 三千多萬 三四千萬的美金 那就十億了 三千多萬美金就十億了 十億才變 那你看他的他的年收入是這麼的高 可是因為他是國際啊 那你說在韓國其實他們也是電競 也是 韓國也蠻強的 蠻強的 那我們臺灣這幾年就是有有組隊的 其實蠻多藝人也都有 像周杰倫 林俊傑 他們都有電競的團隊 只是看你玩什麼 像小學生很多人在玩什麼傳說對決 還有玩什麼 反正那些我都不太懂 那我記得我請教過崔本老師 他跟我說那你要融入你孩子 你就去學玩 然後跟他一起了解他在玩什麼 可是我就學不會 我一直說爸算了你不要學 你真的太笨了這樣 對 你阻礙了他的前途 對對對 所以我說好 那你如果要當電競選手 你就把英文搞好 所以他後來就去念上一班 那如果他英文好 那你鼓勵他打電競電玩嗎 後來他自己就慢慢慢慢的會發現 其實他沒有那麼容易了 對 沒有那麼容易 這就跟很多小朋友 長到以後我要當職棒選手 我要當NBA選手 看棒球 看哪球 但你要知道只要是競技的這種運動 你要拔尖 那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 你看我們臺灣這麼辛苦 就算是張鈺誠 在大林夢當地拼 所以他其實一個非常拔尖的過程 可是人因夢想而偉大 因為小朋友也說 一種是他現在接觸到的 就像以前我們高中 喜歡看冠函高手 我們就說我們以後要當 雙琴手 通川風 對 我們那年代 現在小朋友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有個夢 但是等到慢慢的 你會因為夢想而前進 我覺得這是好事 你會想要因為夢想而努力 可是等到慢慢你長大以後 你開始跟世界接軌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 自己很渺小 動作人很厲害 打人很厲害 你嚇到那真的厲害 他一直打他用電子閉閉網 你就知道 這不是我的路 但是我覺得這是好事 所以其實小朋友 你說他們不管是 他們想要當電競選手 職業運動員 有沒有 對 裡面的職業運動員 對 什麼YouTuber 我覺得都是一個鼓勵的信誌 但這個大人 意思就是說 只要朝你的目標去做 然後但是具備的相關的技能 不是說你每天在家裡打電動 就叫他電競選手 就是類似的 像剛剛志偉哥說的 這些該具備的雙語能力 或是體育 身體 因為電競選手 不是你以為暗暗就可以 那身體要好 那再請教一下益中 就是說你高中當老師 那現在的這個同學 他們就很喜歡看網路 他們都看什麼 對 我其實有來問 早上就去問我的學生 各班都問過 你們現在比較流行的 我就把那個台灣 那個KOL的那個流量 他就是每一天的那個 就是那個 我就一個個念給他們聽 有些他們不知道 可是有些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的 我一定會不 我一定不知道 他們就跟我講說他是做什麼的 Hook 你可能也不知道 六指淵你聽過 有啊 他專業的 做特效的 做特效的 對 還有什麼Hook Hook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人生肥宅 他說他是小玉的弟弟 小玉現在在用乖 就是今年有一個網紅也是 搞到後來跟AI換臉嘛 現在在用乖 他兄弟 現在那個YouTuber 什麼 愛麗莎莎我就知道 就這些 所以那我就問他們 大家有問他們說性質嘛 其實我的總規是他們講那些 雖然名字大部分我不知道 可是總規是 娛樂性質居多 就是對他們講那是一個輕鬆 當然他們在娛樂的過程中 他們也會做一些正向的事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 他們會做一些比較正向的 或是加進一些知識的元素 可是絕大多 最最重要的主軸就是 讓學生放鬆 可是有點像 以前看綜藝節目嘛 為什麼我們喜歡看綜藝節目 就是人生其實很辛苦 不管是求學或是工作 我總是有一個修行的時間 讓我看 所以這個過程中 輕鬆然後讓他們覺得有趣 是現在我自己發現主流上 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輕鬆輕鬆 大家都輕鬆 這麼多YouTuber的時候 那剛剛有人挑釋來說 怎麼辦 就勢必得玩 玩一點比較 穿比較過頭 不然你就會被人家 你怎麼吸精啊 對 就吸精 吸精的結果就是有時候就會 他們基本上有些 那種學生比較喜歡看的那種 他們都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那義仲你最喜歡看的是什麼影片 我自己比較正向 也不是說 平常我會看一下 但是我如果是為了教學用 我都會給他們看一些 其實YouTuber 大家不要把他想 好像都是 就是那種不是 整年代知識 就是那種搞事情 其實很多正向的 我們甚至上課的時候 也播給學員看 像我會給學員看那個 志祺七七 他就會講一些 新聞時事做整理的 就是比較完整的 有時候我們想要跟學生 討論新聞時事 我會給他們看那個CHIP 一個網紅叫CHIP 他會喜歡歷史 他會把一些故事 歷史的故事拿出來講 就像之前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會做那個 為什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那種 千年的衝突 以前漢國時代 蒙古漢國這樣 他就做這個 然後就會給學員看 或是像 有些負面用事 你端視你怎麼 實在像咖哩 咖哩可以做好事嗎 也可以做好事 看你要怎麼用 那志偉你都看什麼 我其實都跟我小孩看 他們看什麼就看什麼 當然我們自己要去 社群一些人 也會去找一些Youtuber 因為他要具備的條件 就是因為你Youtuber 就是一個影像 那你有看過最誇張的是什麼 最誇張的很多 像以前小玉真的蠻誇張的 他就是走浮誇路線 就是有一種 他有多浮誇 一個鈔票拿來燒 燒鈔票犯罪 對 或者是說 他可能就是夾娃娃機 這樣夾娃娃 那他就把他自己塞到娃娃機裡面 讓人家夾 那或者是說他來測試 就說你們有想過說 這個浴缸裡面 全部都裝冰塊 那我呢 就跳到裡面去五分鐘 人家說你就會休課了 失溫 對 我們來看 我會不會休課 他就真的跳進去 然後時間就這樣 這樣走 對 那他真的快休課了 失溫是會死人 他就跟大家說 你千萬不要嘗試 因為真的 覺得心臟好像已經要停止跳動 那流量就衝高 我記得我看一個登山的原則 就叫三三三 三就是說我們如果有這個三十天沒有吃飯還好 三天不能沒有水 對 三是好像三小時只要你失溫就死掉了 是 那那個是你在空氣中 那他是強迫自己迅速的失溫 他是冰在冰水裡面 而且他那個冰塊倒進去之後 他有用那個溫度去測他 比方說這裡面的溫度已經是負十度之類的 然後他就是穿一個擁褲跳進去 那他也有做過很多 這錢沒好彈 問題是流量就高 小玉就是靠炫富 靠這種挑戰刺激紅的 那終究就是因為踩到雷 踩到法律線 就是他做AI換聯 就是去侵犯到人家的肖像 以及影響到別人 那但是就是我看我小孩 從他們國小看到高中 他們在看的 我覺得我孩子有成長 那我也不用太擔心 他們會看YouTube之後去學壞 因為他們現在看到 像他們很常看老高 我就覺得蠻支持的 老高就是非常知識性的 像剛剛那個一種講的 就是他會講歷史 給你聽 知識跟知識不一樣 這邊我說地勢 這邊我說這事情 知識 對啊 那有一個叫信誓旦旦的 但他最近比較少拍了 我就覺得不管是真是假 你知道小朋友看了以後 他會覺得 他的冒險泛濫的精神 跟他的實驗精神真的很棒 你兒子搞不好也看 他就說好 我這次要去一個地方探險 去什麼地方呢 他就弄了一個 這個熱氣球 可以升空小的 然後上面有裝那個GoPro 然後他就把他發射出去 那你就看他的GoPro拍 就是離地面越來越遠 就可以好像看到整個地球的感覺 但他終究會沒電 熱氣球會熄掉 是 他掉到哪裡 我們就去哪兒這樣子 結果他就真的掉到一個 比方說非洲 非洲的什麼地方 因為他定位他嘛 他們就這樣飛機就飛過去了 結果那是一個 很荒蕪的什麼 非洲 那這個是大成本耶 就成本很高啊 但是他拍起來 就會讓你覺得 那比綜藝節目還好看 他就是真的實境秀 那 崔芬妳看過最誇張的是什麼 是我的當事人看過 然後給我看 我真的會嚇倒 就是說有些人 在某一些身心狀態下 他們會去看很多 很奇特的影片 就譬如說 他想要鍛鍊自己的心理 讓自己無所畏懼 所以他去看的影片 就是斬首的影片 IS 伊斯蘭國 那個我不敢看 對 他就是去看斬首影片 然後他就說 他就告訴我說 他要鍛鍊自己的心智 讓自己在任何狀態下 都不恐懼 不害怕 如果我連這個都敢看 我好像世界無所不能 我沒有什麼就是不能通過的 但是這個有很大的後作用力 因為你一旦去看那些 很可怕的影片的時候 你表面上你好像鍛鍊你的心智 讓你無所恐懼 但其實相反的 你鍛鍊你的內心的一個 沒有同理心 你會變得很殘酷 你會變得對人 你敢做任何 可能對別人是危害的 因為你的心智已經變得很硬了 那你有看完嗎 我大概看一下我就看不下去 因為真的太可怕 所以我就是會要 你有看他砍下去嗎 就是他們告訴我的時候 我就會去砍 就是說到底他看這個 到底吸引他在哪裡 那何以他要看這個影片 所以很多時候我看的影片 覺得很恐怖很誇大 都是我的當事 譬如說像有些小學生 他們可能會去看很多 很可怕的影片 而且因為在網路 所以那個對心理影響很重 對 其實那對線 然後他們看的這些影片當中 是沒有射線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好不好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